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有些老师是刚入门 刚开始学习 所以他们对他们而言 今天的这个课是算惊艳 那对于已经熟悉了 我希望各位老师如果你已经熟悉了 或是你已经Google 学术平台已经有相当的资料 麻烦你趁这个机会 再补充多一点 好不好 那你如果等一下我会邀请 是不是有老师愿意先分享的 麻烦你先说 以身试 然后先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 以身试 以身 就是 可能我讲错话了 就是你先label 一下 你自己的 已经设计好这个 lesson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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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呢 中间显示区就是有这个点栏目 所以这边它底部有三个 各位老师要进行编辑 麻烦你点这个编辑页面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可以直接看到 每个页 四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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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请注意 ID浏览器 是不支援 所以为什么 我今天 大概快九点的时候 我已经听到一个小时到 就已经 固的第一种技术的问题 没以前也都发生过 所以还蛮想 教这种工作的法 但教这些都要鼓掌准备 然后你要试试看 都没有问题 每一步都没问题 可是很抱歉 我认为的 还是没有让它完整的 就是我觉得有点太有利 但是我还好有讲义的 这个画面的途中 应该是一步一步都没问题 那请各位看 我刚才提到的 你再记得 在家里 尽量不要用IE 来用这个Google 就是不要用那个 Grover 或者是Windows 都可以说了 我刚才先讲 都可以说 现在各位老师知道吗 提供这种牛奶器 已经有五个比较了 各位老师如果很早 不用电脑的话 你都知道 NASCAP 是最少 对不对 这时候市场域 因为非常的高 就是它的 后来 大概97年 1998年 它慢慢慢慢 它就残食掉 大高速的市场 然后之后 我们Firefox出现 對不對 所以如果您习惯使用 习惯使用 习惯使用 Firefox 你这个是没有问题 你先Google 在 Photoshop 上面有问题 可是IE 是不建议 则热片会爆 然后在Google 本身的 今天下载这个平台 今天这个游览器 不会有问题 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 不會出現我們現在發生的這些 因為平關多數而導致上肌肉毒法使用 那在四十頁第十六個之內 剛剛各位老師看一下 這些步驟可以跟你確認 你每一個照射步驟 清晰足足的都可以完成這些功能 好不好 這是沒有問題的 我可以跟各位確認 然後十六頁 第十六個之內 這邊也有點 左右上下給你教的這個板塊 這個區塊的大部分 希望它大一點 你就稍微點按鈕拉它 放下 然後第五個頁 四十二頁這邊 第十九個slide 對不起 應該是第十七個slide 十七個slide以後 請記得喔 到邊境區我們都知道喔 然後這個功能上排 就有空區列 跟word是一樣的有沒有 麻煩你 就是 如果需要你寫這個自己的 包括你有三個部分可以 第一個自己的大小 phone size 然後這是phone color 就是字體的顏色 還有一個是phone style 你可以用times new roman 或是其他的 都可以在上面做字的變化 就好像你的word concept 一樣 所以這邊你們有些時候 可以變成初級字 有些稍微用自己替換 這個字的style 這樣會讓整個畫面 整個風格會有變化 可是在此同時 千萬記住 consistency 的重要性 就是一致性 就是你如果要做變化 你變化會有一次的風格 看起來會有一定的抵抗 你再做這種事情抵抗 就是要這樣 所以只要做規則的美的內容 設計到 好 然後請記得 每次你做完以後 只要記得按右上角 那個叫做主題 說 你記得 千萬記得 你右上角有兩個鍵 一定要按一開始 要編輯頁面 做完這些修改 或者是增加的內容之後 麻煩你要到這裡 組織裡面 按這個按鍵 不然的話 之前做的 就變成 我今天用的這個 理料 叫做 ZERO 好 然後呢 到四摺頁 看到18 slides 你會看到 Home Assignment這一區 我們再做個示範 它的內線 有三個叫做 有三個那個 Winkler Activity 對不對 如果你要替換的話 它本身可以用 把編輯 這邊可以把它 看掉它原有的 然後加入你自己的 那如果你覺得 張函不夠 它有一個按鍵叫做 新增文張函料 你再點一下 點一下 它有提 提供出一個新的空間 讓你去做 張函類似的事情 這是沒有問題的 各位老師確認 沒有問題的話 請再翻到個VS3頁 第19個slide 這邊有看到 如果你要做 編輯文章 這是我們剛才 新老師們做的編輯文章 這邊點編輯文章 以後你就可以稍微 不要刪掉也可以 然後再加入 順便之後再 都可以進行 然後 你要做什麼 315 5次網邊 然後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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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請 請 再進行 那 請 所以我也是今天跟各位老師分享 記得在儀式裡之後 其他一年才能進去 我有去ETA 我去取個號 然後 我的號碼就坐在下面 完全不見 喔喔 那我在台上就不賴 對 這個期間讓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為那真的是 靠平常我還有記得一些 在做那個配分的東西 所以肯科老師的經驗是我們要配搭 所以還好 電子檔宣示範 那你以後 對這些電視以後就會結束你配搭 就是 可能做experity 或是你指導你硬件資本很詳細 就是那種方法人建議出來 硬件資本然後配搭 你指導你應眾資本 還有一些人可以 你指導你在說什麼 你讓你單戴一下 先體驗一下 我就就是整個Nike的確訓 第一個 他的平關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都經歷到了對不對 應該會有幾位老師 所以我們直接就先知道 是怎麼確訓 平關這個問題 安全性就是我地度也這個問題 等等 還有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有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實在的 好 我剛剛又回到我們剛才的這個畫面 第43頁 第43頁 看一下實在的 回來的 回來的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到這樣說幾場了 直接再說 因為 許多老師一樣 有些老師 其實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我為了這些老師 我特別是多講 多花一些時間 好 請各位老師這東西熟悉 因為我講過了 你一定要幫助你學生熟悉 所以今天開始 到上課之前 應該還有兩三個禮拜對不對 再開學 其實你先自己熟悉 之後如果你要教學生 使用你這個平台 分享這些資源 可以第一個 把這個 Copy Pass 用E-mail寄回學班 他學班就可以收到你這個網址 所以他每一個人 都能用到你對面提供的資源 好不好 請記得喔 如果我像我忘了在你 有的方式都是寄E-mail你自己 然後這個東西附件下去 這樣最方便 你也不要買隨身訊 真的就是在雲端組成 這就是雲端的優勢啊 但確定就是 連網路都不行 OK 這就是一句提到於他 剛才提到的這個 Homework assignment 這些步驟 我在想 你剛才有老師問我 我也有些想 等一下他會問 Homework assignment 進去以後 按頁期頁面